新手第一套化妆品最重要的是什么 它好用且你会用 每个博主都说他自己推荐的产品好用 我也是啊 但你不一定会用啊 没关系我上期视频就教学 加上这一期两条视频帮你搞定新手第一套化妆品 首先底妆对于新手来说 区分自己肤质分清粉底液的类型 那简直就是大难题 所以我更推荐新手用漆点 不需要选择上妆顺旋 不需要选择上妆手法 更不需要选择上妆工具 你上妆你就掰一掰就完事了 玛丽代交的这个种子漆点 它好用到哪种地步呢 就是它持妆17个小时都是好看的 但这都不是重点啊 主要是这个气垫吧 它宽容都很高 我团队的妹妹啊 干皮混干混油皮 吃下来都很好用 只要你不是大油田 你不是沙漠干 都能用都好用 它不是很挑人 知道吧 然后定妆 只是说了 凌价3分钟的套 粉质是因为持妆优秀 我的定妆红榜很多 为什么推荐它 因为漂亮很多细节设计很贴心 对新手来说不要太友好 黑色粉泼 能清楚地看见取分了多少 有个格层 避免了装包漏粉的尴尬 然后它又是个刷面网 避免了你区分过多 不是广告哈 真的就是很贴心 主打的就是一个戏 很戏 心也戏 修容 咱不准那些复杂的 什么三合一啊 什么中合盘啊 暂时不需要 就整一块 就给你双皮就够了 你们就看看 我这使用痕迹 就知道它有多好用 粉质吗 丝滑 颜色都得到位 而且它有7颗 我从1900用到现在 都还没有玩啊 经常你买一块回去 随便练手 很耐造的 不心疼 至于眉毛 眼线 眼影 卧蚕 新手 纸小白 买个眉粉 就OK 画眉毛 它不考你下手心创 画眼影 它是大地色 不为难你配色 画眼线 它简单好上手 画卧蚕 它自然不减脏 什么眉粉都行啊 我这个是适配你的 不是广告哈 腮红就选 雪伤珍珍珠 这种牛奶粉色 它是能够代替 哑光高光 体谅你的面中的 顺道还能给你的 黑眼圈压压压颜色 而且这种牛奶粉色 你打多了也没关系 不会猴子屁股的 只会显着 但如果你是黄黑皮 我会更推荐你用这种 线色或者是橘色的腮红 关于睫毛这一发 我就一起讲了 睫毛家最好选这种刚刚的 它好使劣 不容易讲了 我用的是照色的这个 买好的 它也很贴合眼型 睫毛打底呢 可以看看UK 睫毛刚呢 就可以看看PR了 我妈生自然 不仓于腿 不将眼皮 抓传型毛 虽然不会很浓密 但是太好掌握 最后口红 我建议 裸色系和奶茶色系 这些颜色 不挑皮 不挑嘴 还好看 丘权的这个双头唇釉 它就红朵 很好看 我视频经常用 你们经常问 你知道的 不是广 好了 新手化妆入门男期 韩姐给你们一并打包 解决完了 怎么样 北白关注吧